好大過年的可能要多穿件衣服了 春節第二波寒流在今天報導 氣象局針對全台22個縣市發布低溫特報 那麼同時也發布了強風特報 預估從下午開始 台南以北、東北部還有東部沿海空曠地區 都會有出現不輸給颱風的9到10級強震風發生 在溫度方面 平底最低溫將有機會下探6度 而這一波冷空氣預計會持續到收假日 在假期的尾聲 提醒您還是要做好保暖工作 冷道不停搓手把外頭拉緊 冷空氣前腳剛走 春節第二波寒流27號接力報導 氣象局針對全台22個縣市發布低溫特報 低溫範圍擴大 溫度也不斷下修 預計會越晚越冷 中部以北會降到10度以下 其他地區11到14度 大年初期出發清晨 還會搭配輻射冷卻效應發威 台南以北跟宜蘭花蓮 低溫只剩下8到10度 不管地區最低溫有機會跌到6度 特別是在嘉義以北跟宜蘭花蓮這一帶 今晚到明天清晨的話 可能有6度或者是持續10度以下 低溫發生的機率 預計要到下禮拜一開始上班開工之後 整個天 寒流才會減弱氣溫才會回升 因為迎風面水氣多 北部和東北部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在27號入夜之前也有機會再看到飄雪 下午開始包含台南以北 東北部東半部沿海空框地區 都容易有不輸給颱風的9到11級強陣風出現 整個寒流南下之後整個風力都明顯增強 風力上跟颱風是 不過颱風的話算是比較持續性的一個風 那這是比較屬於瞬間的這種 比瞬間的比較強的一個陣風 只是天氣轉冷 中醫人數也增加 像是新北市土城長庚醫院 從除夕到初五 有破千人掛急診 當中有不少因為心肌梗塞 主動賣玻璃需要急救 屏東基督教醫院 集中症病人也較往年多 提醒民眾要注意保暖